欢歌笑语 辞旧岁 喜气洋洋 迎新年 12月30日 SBS传奇文化公司和亲爱金城群 在谢尔顿花园酒店 举办了热闹而欢乐的辞旧迎新联欢晚会 琴歌王子李刚以及歌友会代表 梅拉诺文化演义公司代表 及亲爱金城及SBS传奇文化公司群的群友们 参加了联欢晚会 SBS传奇文化群及亲爱金城群 以文化艺术人士居多 庆祝活动充满了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 现场的书画展展出了画家何念丹 唐淮 书画家孙小华 及新秀小画家艾沃德的精彩书画作品 2018年 京城群的群主 新任悠悠剧团团长刘安丽 也展出了他的经典剧作《孔雀公笔画》 2018年 亲爱京城群群主刘安丽 介绍了一年的活动 2019年 新任群主康尼颂的 20多人的亲友团 以舞台走秀的形式支持他走马上任 并在新年取得佳绩 何念丹和孙小华 也分别向两位群主赠送了自己的书画作品 SBS传奇文化公司总裁王雪 表彰了何念丹 孙小华 孙伟 彭南林 李音 廖茂俊 乌素斐 刘安丽 任菲比等突出贡献的顾问 感谢他们对SBS公司献计献策 大力支持和关注并参与公司的每一次活动 SBS传奇文化公司还表彰了 为公司发展付出智慧和辛劳的优秀员工 优秀学员 并对学习优秀热新社区活动的优秀学子们 进行了嘉奖 鼓励他们继续为社区服务 据了解 SBS传奇文化在新的一年将不断推出新的举措 如完成品牌网站建设 实现线上销售 并举办一场SBS公司的春绽放百人时装首秀 SBS公司在2019年有非常多的计划 2019年的元月底我们会推出我们的线上销售 在4月份我们会推出一个非常大型的 有百人组成的一个秀 这个秀的名字就叫春之声 希望国家朋友们在那个时候还能出现在我们秀的现场 谢谢大家希望我们的2019年更美好 华夏电台记者艾尔蒙提示采访报道